大批救难人员抬着救生艇等器材赶往水边救援 但望向茫茫江水 根本看不见出事的客轮到底在哪里 我们刚才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整个船体呢已经全部的沉没了 它是成一个笔朝天这种扣的进江里的这么一个形态 这艘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邮轮 法定可以搭载人数是534人 出事当时船上搭载共458人 其实并没有超载 但根据获救的船长描述 在晚上9点半左右行经长江中游 湖北尖利水域时突然遭遇龙卷风 船只无预警倾斜翻覆 被救上来的船长和船员的描述 当时是有7个人呢 从沉没的地方开始往岸边游 然后游到岸边之后呢 借助岸边的这个渔民呢 才报了警 最后接警之后呢 就迅速到这里来进行一个营救 由于意外发生在晚上 加上当地气候状况很差 造成营救困难 而这艘客轮总共有四层 根据大陆媒体引述长江海事局的消息 潜水员在稍早潜入后敲击船体 船内还有人应答 显示客轮内仍有人活着 现在救人一分一秒都很珍贵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